这个男孩前一秒刚站上巅峰,下一秒就被送进医院,连呼吸都成问题 一遍检查下来,低血压,腹痛,呼吸困难,全身起疹子,症状太多,病因反而难找 女友也被吓得不轻,一个劲的问医生,是不是我的原因,我之前太粗鲁了 搞得医生又想笑,又不好意思 这种疑难杂症可是豪死医生的最爱 他提议先稳住血压,于是给病人开了抗生素 没想到到了下午,病人的血压急降,肺部积液,肾功能开始衰竭 医生立马停药,这次治疗没能使病情好转,反而差点要了病人的命 小组坐在一起讨论,泰勒从低血压和腹痛判断是感染 小莫认为皮疹多是过敏引起,阿杰认为是良性肿瘤 经过排除,豪死最终推断是感染和甲状腺机能减退 由于病情发展太快,豪死决定直接开始用药 两天后病情好转,并且肾衰的原因也找到 是因为炎症,而不是抗生素引起的 可还没等大家高兴起来,男孩的病又急转直下 这个男孩为爱故障直接昏了过去,医生找不到病因 现在病情还恶化了,白细胞激素下降,免疫系统被破坏 此刻勤为的感冒都能要他的命,他必须搬到无菌病房 这样的病情变化几乎又推翻了豪死之前的诊断 但豪死依然认为,不应该会出现这种情况 聪明的大脑开始推演整个治疗过程,熬夜上网查,翻书找 他可能完事不公,不好相处,但对于专业,他绝对一丝不苟 深夜,他叫来三个助手,告诉大家他的推断,痛风 但不是病人得了痛风,而是病人乱吃了治痛风的药,秋水腺素 随即他解释道,秋水腺素抑制了细胞分裂 所以病人会出现腹痛,皮疹,发烧,肾衰等一系列症状 但小莫提出疑问,病人进医院后,吃饭用药都是我们提供 即使之前用错了药,但到了医院后,他要么好转,要么继续恶化 但他表现的确实先好转又恶化,这说不过去啊 豪死说,那肯定是在医院也有人给他用药了 豪死和助手来到病房外,质问家属,谁最近私自给病人用药了 这位母亲也是心大,都把儿子送到医院了 还要自己给儿子审病,给儿子开药,完全把自己当成医生了 豪死看过药品,让阿杰立马到药店,看看具体开的是什么药 但却发现,只是普通的止咳药 这种药理论上不会让病情恶化的如此严重 一定还有其他关键点被疏忽了 在另一个医生的建议下,豪死准备让助手对病人进行手术检查 在术前准备阶段,小猫告诉豪死,病人的手指开始疼痛 豪死灵光一闪,他知道原因了 他直接冲进乌军病房,告诉家属和助手 人的细胞每7年就会全部更新一下 但不同的器官组织更新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秋水腺素的抑制作用,首先会是内脏 然后是手指脚趾,再到毛发 之所以病人病情反复,是因为他近期有吸毒 秋水腺素通过毒品进入体内 豪死问病人有没有吸毒,病人承认 终于病人找到了,豪死立马开了药,中和了秋水腺素 两天后,病人就拔掉了氧气,进入普通病房 所以对普通人来说,千万别乱吃药 对于医生一定要对症下药 好了,我们下期继续豪死医生态案诊病